南太平洋基督教岛国东家 于本月15日遭遇海底火山爆发 引起致命海啸 当地灾情及伤亡严重 然而在阿塔塔岛上 一名57岁双脚残疾的男子福老 在遭遇海啸时 被高耸的巨浪卷走 却在经历八次巨浪灭顶 并在海上漂流长达27小时后 尽奇迹幸存 死里逃生的福老 在获救后表示 在遇难时 他坚信神的保护 相信神一定会拯救他 福老称 自己原本是一名木工 但因双脚无法正常行走 不能继续工作 只能做家务 修补房屋 和帮助有需要的家人 海啸清奇时 他正在家中作画 由于双脚残疾 他无法第一时间逃离 之后他被多个巨浪 卷到大海上 独自漂流在海上的福老 不断被巨浪拍打 面临生死关头 他想到 如果能爬到木板 或任何可以漂浮的东西上 就算死亡 搜救人员和他的家人 也可以找到自己的遗体 同时也有机会 可以借此漂流回陆地 寻求帮助 福老回忆到 在群岛中 度过漆黑的夜晚 经历长达12小时的漂流 他在充满灰烬 防污残骸的汹涌大海中 经历神超自然的保护 其间 他曾漂到一座小岛上 但那是一座无人岛 因此得不到任何帮助 而到了天亮时 他也曾看到过警察的搜救艇 但尽管他怎么努力 挥动着手杖的破步 仍没有被发现 福老表示 虽然眼前希望破灭 但他并没有放弃 他感恩自己还有一点体力 再度前行 最终 福老漂到了东家的一个主要岛屿 东家塔布岛 因而获救 据悉 福老依靠主的力量 奇迹生还后 迅速引起全球媒体的关注 许多人看到了这一故事后 纷纷表示 这是一个奇迹 阿门 神是善良的 赞美神 保存他的性命 在神 凡事都能 而众人也将这个荣耀 全部归给神 自2010年以来 河滨市农历新年园优惠 一直是河滨市 亚裔美国人文化的庆祝活动 因新冠疫情中断一年后 该活动将回到美丽河滨市中心的同一地点 从红灯笼到武师 各种美食 民族表演 艺术品 及年货 欢迎大家前来体验虎年的喜庆气氛 本次活动由Panana Events主办 美国内陆华美协会协办 并得到河滨市政府 中国驻洛杉矶领馆 当地华人团体 及企业的大力支持 活动时间为 1月29日星期六 上午11点至晚上8点 1月30日星期日 上午11点至晚上7点 地点位于 河滨市3527Mission Inn Avenue 入场与停车均免费 有关更多讯息 请访问官方网站